嗨大家好 今天我将会跟大家分享三种 药妆店也能找得到的抗痘产品 以及两个价钱算高一点的 但是也不算太高 还有一个可以去扒 Blemishes的产品 如果想知道是什么 就请把影片看完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产品是 Nutine的Acne Aware Gel 它挤出来呢是褐色胶状的 那一个呢你是可以擦出去的 因为它是褐色跟我们亚洲人的皮肤 相近 所以你擦出去 人家不会觉得你有擦任何东西在脸上 但如果没记错的话 台湾好像没卖 我用过这么多种产品 它是我用过温和 然后又有效的产品 因为如果看多的那种 Spot Treatment的产品 比较温和的话 其实你看起来 看不到有任何的效果 但那一个跟我之前所说的一样 你用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开始慢慢变得没有效 那我第二个 我现在会跟着顺序这样排上去 就是它们的效能弱到强 所以第一个是比较弱的 如果你是刚长痘痘 我建议你用那一个不要去用强的 等到它没用 你才慢慢往上爬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用很强的 你的皮肤会习惯那一个情况 不是 你的皮肤会习惯那一个状态 然后之后真的是很难救它了 那第二个呢是Oxy-5 Acne Pimple Medication 这个 我在台湾好像也是没看到 Oxy它有分两款 第一款就是我现在所说的Oxy-5 另外一款是Oxy-10 Oxy-5里面它有5%的Benzoproxide Benzoproxide可以让你擦上去的那一个部分的皮肤变干 那是因为只有变干才能撒掉那些痘痘的细菌 这个Oxy-5算是有稍微一点点的刺激性 尤其是你有敏感肌肤的 你擦上去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刺痛感 那Oxy-10呢它是有10%的Benzoproxide 这个真的是你一放下去 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好像被燃烧的感觉 嗯不是被燃烧 被烫伤的感觉 然后你也会发现你的痘痘很快就会干 刚开始用的时候皮肤还不习惯那么强的药物的时候 我的皮肤会脱皮 用了之后会脱皮 你可以知道它是有多强 其实Oxy-5和Oxy-10的价钱相近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要快速有效 所以我就去买Oxy-10 但不要 因为你的皮肤一旦适应了Oxy-10之后你再长痘痘 它就会比较有怎么说的抗体吧 Nutin它挤出来是brownish kind of color 它挤出来是褐色透明的液体 不算液体 膏状的东西 所以那一个跟肤色相近你可以擦出去 但Oxy-5和Oxy-10呢 它挤出来是白色的 所以你只能晚上用 除非你擦了之后你还有上妆之类的肤色 你只是要擦然后出去会感觉到很奇怪 Oxy-5和Oxy-10在欧美药妆店是可以找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没有 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没有 可能它换了包装 不对啊 我有屈辰式的APP 但是我搜索那个名字我找不到 所以抱歉 因为我只用过这 不是我只用过 因为我所用过的药妆店品牌 对痘痘有效的只有这三样东西 药妆店的部分 所以很抱歉了台湾的粉丝 马来西亚呢 可以在Guardian还有Watson可以找到 Watson在台湾就是叫去城市 但是在台湾的去城市我也没看到那个产品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产品 是要装店品牌 然后有限请在留言那里留言 帮助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现在我要介绍价格比较高一点的产品 第一个是Innisfree的Biger Anti-Trabble Spot Essence R 这个 它挤出来呢 是有白色带一点点的青色 所以我之前是把这个当作底层 因为青色可以color correct红色 所以它就看起来没那么的红 再加上它也有带一点白色 但是这个如果你把它当成像我那样 这里打个比喻好了 这里长痘痘 然后盖在这里 然后上妆 你会发现它这里会裂开 一定会有那种裂开的感觉 因为它会让你这一个部分的皮肤变干 多多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会让你擦的那一个部分变干 接下来的是The Body Shop的T3 Oil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用这款吧 但是这款很强 刚刚我说的药妆店品牌 Oxy10和Oxy5 那两个其实算是蛮强的 但这一个比那两个还强 刚刚Oxy10 Oxy5其实还好 它只是比Nutine的那个强一点点而已 Oxy10你擦上去你会觉得有烫伤的感觉 这一个你擦上去你会觉得有被火烧的感觉 对那是我第一次擦的时候 而且第一次擦的时候 我记得这里是长一块 很一块 长一粒 长一颗很大的痘痘 然后一擦上去 它马上消 真的 好像那个火山原本要爆发 然后你浇水 虽然火山你浇水它也是会这样爆发 但是 随便啦 就好像火山要爆发 然后你浇水下去 它就马上消了 对 这一个 它第一次用的时候 会那样 但是当我用 哦 踩点掉 但是当我用第二次的时候 它就开始没那个效果 但是隔天起来 那一个部分还是会干 然后 痘痘还是会好 但 接下去用了第三 第四个月 它就开始对我皮肤完全没效了 还有一点忘记告诉你们 我用Oxy10的那一个阶段是 因为那时候我用完了 我又没去买新的 所以我就用回我扭听的 还剩下一点点 结果那时候我用扭听的 完全没有效 对 所以你们真的是要一步一步来 不要一开始就用很强的产品 虽然比较温和的产品 需要多一点时间 但是 一步一步来吧 我真的是用过非常非常多的抗痘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最高境界了 目前我没看到有任何 就算是专柜的品牌 我没看到有任何一个是比它好的 对 目前啦 那至于可以消除 Blemishes 疤痕 应该可以说疤痕吧 是这一个 不算疤痕 就你的痘痘 当你弄破了 它不是会有红红那样的吗 你可以擦这个 那时候你可以擦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效的 因为我试过当我弄破痘痘之后 一边有擦这一个 另外一边没擦这一个 这一个它好的时候 它的疤痕没有这里来的那么糟糕 这里就很明显有疤痕 这里算好一点 但其实它容量蛮少的2.5M 然后价格 我觉得这个啦 是在我所说的当中 价钱是最贵的 因为它容量非常少 尤其是你整脸都是痘痘 基本上你是整脸这么涂 那时候它就会用得非常快 大概一个月吧 你就得换 那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这些抗多的产品 从Oxy10开始 以上的那些产品 Oxy5和Nutine那个还好 Oxy10以上的产品 我觉得你们不方便 不是不方便 你们不应该擦整脸 我觉得这些只适合 Sport treatment 就比如说你这里长 然后你长 还有一点是 如果你的脸是像我那样 这里整块都是长痘痘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长这里一点 这里一颗这里一颗这里一颗 然后就说他们整脸长痘痘 那时候真的是翻白耶 但如果你是像我那样 这里长的肉压 旁边又有很多小小的痘痘 密密麻麻的那种 我建议你们别用这一个 因为你用这一 因为你用Oxy10以上的 就等于说 整脸都是差那么强的产品 就等于毁了你整脸的皮肤 而且因为它们很强 所以你皮肤其实是算 受重伤 如果是整脸 痘痘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还是建议你们控制你们的饮食 你们看到我的脸现在好多了吧 我除了用产品以外 我的饮食我非常非常注意 我每天早上会自己打果汁喝 然后还会放一些蔬菜下去打 但不是每一个蔬菜生吃 也不是每一种水果 你这样打是有用的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我每天早上喝什么果汁来排毒呢 你们可以在线方留言栏 留言给我 因为其实 因为真的你只需要果汁机 那一个菜还有 那一个水果 就行了 然后我也有发现 有时候会比较懒嘛 也不想那么早起身 我就尝试两个礼拜没喝 皮肤真的是会变差 而且那光泽感也不会那么好 毛孔也会变得粗大 饮食要注意 多喝水 非常重要多喝水 还有一个是别熬夜 11点钟就乖乖上床睡觉吧你们 我有时候看到超过11点了 还是有人在留言栏那里留言 然后我就想说 这些人怎么都不睡觉啊 有的睡不睡 我最近因为剪接影片 然后时常熬夜 因为我不只是part time youtuber 我还有共读 再加上 我 再加上 我还有读书 所以 我基本上是没时间的 所以我只有熬夜来剪接影片 我在影片最后会 换猜一个step chat的视频 让你们看我熬夜了三天后 一天没睡觉 熬夜两天 熬夜了三天后 我皮肤状况是如何 再加上我那三天也没喝 也不算那三天 它整个礼拜我都很忙 只是那三天我真的是 又赶影片 又赶学校作业 我觉得我需要 另一个我 才可以完成到那些task 所以 那三天 我皮肤状况非常非常糟糕 再加上那一个礼拜 我也没去注意我的饮食 因为之前我不是说 我每天早上都会喝 我自己弄的果汁吗 果汁 应该是蔬菜加果汁 对 那 我 那整个礼拜我都没时间弄 而且我 我也是随便吃 因为平时我是在家自己会煮 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请在留言团那里留言 或者是去我脸书 别PM我 因为我真的是不会看我PM 但是我还是发现 有人PM 你们可以去我脸书 有任何一个po文下面留言 我一定会 我在那里会比较快回复 Youtube的我可能会 一两天之后才回复 那如果你们真的真的真的 想要PM我 想要跟我互动 可以在snapchat加我 snapchat其实也蛮好玩的 而且在那里 你们可以PM我 对 那里是唯一一个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关掉我 PM 那里是我唯一一个 还会看PM的平台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不想在公开的场合问的话 可以在那里问我 我是瑞恩 祝你们有愉快的周末 拜拜 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很糟糕 头发很乱 然后脸又这样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不要晚睡 你看我熬夜了大概三天吧 有一天我简直完全没睡 结果你看 你看我毛孔变得多么粗大 还有这里又多了很多黑头之类的 然后这里哦 那毛孔